猴斗病毒会传播到更多国家 可是目前呢 猴斗病毒已经在多个国家出现 而报告中的第二个阶段 是2023年的1月10号 此时猴斗会感染83个国家的7000万人 其中130万人死亡 并提到流行中的猴斗病毒 是经过人工修改过的 对疫苗有抵抗力 然后推演中的第三阶段 是2023年5月10号 全球4亿8千万人感染 2700万人死亡 并且此刻已经知道了 是恐怖组织通过渗透生物实验室 干了这件事 最后一个阶段是2023年的12月1号 全球32亿人感染 2亿7千万人死亡 那此时推演结束 按照报告说的就是呢 通过所谓的全球合作 抑制了传播 但是呢 这份报告怎么就选中了猴斗 而且跟目前现实中的 猴斗病毒的起始是如此的接近呢 是5月份在英国都相及了报告中所说的 那写这个报告的机构NTI 其名称是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的首字母 顾名思义 这个机构主要关注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 但是同时 它也在关注生物武器的威胁 而且这家机构里面的人 不是什么虾兵蟹将 而是有很多专业人士的参与 所以这份NTI的报告 给本次猴斗病毒的扩散 已经蒙上了一点阴谋论的色彩 至于是不是真的阴谋 那本次猴斗病毒的后续发展呢 会给我们答案 2021年上映的电影 こう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はなぜ 私たちを騙すのは誰 その全てを明らかにする 大紀元 エポックタイムズジャパ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